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的标题后来已经有做修正了 这个是第一版 就是目前已经有做一些新的改版 那因为当初投的时候是用第一版 所以我还是暂时用这样子的题目 就是我们想要去了解就是说 热门的全镇交易对这个标的股票 未来的价格的影响 那这个是我的主要的内容 一开始我会先做一些introduction介绍 然后再来本篇最特别的地方 是我引进一个新的衡量的变数 然后第三个讲我的研究的方法 还有实证结果 第四个是我的结论 那在introduction的部分 主要其实我们有一个议题就是说 如果这个市场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那基本上股票跟这个全镇 可能会有一个落后 领先落后的关系 所以有蛮多的研究 他们会去探讨 到底是衍生性商品会走的比较快 还是这个现货的商品 那在过去的研究里面 就是针对option的部分 那option领先的部分 大概也有蛮多文献 我只是在入其中的某几篇 那么投资人会选择option 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就是他的交易成本比较低 然后比较容易做这个放空 然后再来就是成本相对股票来说 可能比较低 再来就是高杠杆 那在股票领先的部分 我也是选择其中一篇来说明 就是说选择权 为什么会选stock 有可能是因为选择权品的商品 它的价格并不是一个连续性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比如说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选择权市场 毕竟他的交易规模比较小 那股票金额比较大 所以对于一些大资金的机构投资人来说 可能他们会有其他的流动性的考量 好 那再来还有一类型的文章 他探讨的是 比较去探讨怎么去定义 option trading volume 这个变数 那我们想要用这个选择权的交易量 去预测这个股票的报酬 那这边我先选了几篇比较经典的著作 比如说BOS他们1998年提出来 就是正向交易跟负向交易 那正向交易的部分就是 他们就是这些投资者 他们可能预期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上涨的 这样子的股票价格 所以他们会去做比较是正向的交易 就是buy call还有say put 那负向交易的部分 他们定义就是say call还有buy put 那这个主要是预期 未来股价可能会跌 那另外还有一派的 关于这个交易量的定义 它是用order imbalance 就是buy volume去减掉sale volume 那我也举了几篇比较著名的例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学者 CCCG 2005年 他们是以这个诟病为例 然后他们发现说 尤其是在这个call option 它的交易量比较可以去预测 比较可以去预测这个隔日的报酬 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定义方式 是用open by put code ratio variable 就是开仓的put code ratio 它的这个指标是用这样 但是它是只看开仓 那这个学者P&P2006年 那他们去做出来是用911 911的例子 然后去探讨它的影像 那他们发现说 这个的确是有一些预测能力的 好 那RSS2010年 他们提出另外一个新的变数 叫做option stock trading volume ratio 它是把这个option跟现货的交易量 去相处得到一个OS ratio 那这个OS ratio呢 他们发现很明显的 就是会在这个公司发布营收之前 会有一些波动 然后所以就是它有一个information value 好那后续有一些学者在把这个OS indicator 把它做一些这个改良 比如说JNS2012年 他们把它定义positive还有negative 它针对是code 这个针对是put 然后HCL H2017年 他们再把它定义成这个看多跟看空 那他们发现尤其是这个外资的这样子的一个OS indicator 它比较有预测能力 然后他们的样本主要是看台湾的指数选择权 好那我们看到刚才文献大部分都是集中在option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option跟warrants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点 那当然在发行的发行人的部分 option是奇交所发行的 那这个warrants它是在台湾主要都是证券商 就是符合资格证券商 然后再来就是在标的物的数量 这两个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option的这个标的商品 它的这个各 我稍微说明一下 研究主要都是针对个股型的 指数型我把它排除 因为我要看start price 所以我会把指数型商品排除 那针对stock的部分 顶多再加上ETF 那这两个的 这两个的数量差异差非常多 就是在这个期货的start option 它的标的商品大约40多档 然后warrants是400多到500 然后数量也差非常多 然后再来就是在option里面 你可以同时扮演by或say的角色 可是warrants我们只能做卖方 那券商它是造势者 然后再来在maturity的部分 也是有所差异 好所以呢 所以就是我本文的先讲一下本文的研究的这个变数 好那变数的部分 我用一个叫做非造势商的净交易 成交金额 那解释一下 这个是用日内的资料 然后一个一个去筹码分点 也可以去找出非造势商的交易 那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好那为什么要用成交金额 因为成交量 它本身没有办法反映这个一个资金的一个动能 好那所以我这个做的是用这个成交金额 好然后在我们再去解析出非造势商跟造势商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两个是零和游戏 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 基本上你看不出方向 好那这个部分我就 因为时间不够我就先解释到这边 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这边几个比较重要的结果好了 好就是我做的时候是 我把这个变数定义NVNW Net Trading Value of Non-Market Maker Warrant Trades 然后我是把正方就是正部位扣掉副部位 然后这个都是用成交金额 所以我除了解析出非造势商之外 还要把它的买价还有交易 它的价格跟交易量相成 好然后再来再依照 就是同一天同一个标的股 我把它所有的这些NVNW的值 把它加总之后再去做排序 然后每一天挑出前十大 还有五天挑出前十大 好那我们想要了解 就是当这个累积 一日的前十大跟累积五日的前十大 这些标的股就是我们找出全正的非造势的进成交值里面最大的前十大 然后去找它的对应的标的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标的股很明显 在排行榜这一天 它的成交值真的是到顶峰 然后之后就开始慢慢变消 可是我们发现后期会比前期高 这是在成交值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报酬还有异常报酬部分很明显 在排行榜前都是比较高的报酬 可是排行榜之后反而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是五日的累积五日的前十档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对这个 就是这个NVNW跟股价去做一个回归分析 那因为我怕时间也不够 我很快讲一下结果 这一个是做那个T检定 就是前期跟后期的T检定 那结论就是说 后期的交易量变大 可是报酬却变小 好那我们就用回归分析的方式 也去做了一次 那回归分析出来的结果 其实都非常的显著 就是这个当这个NVNW 我们把它放到方程式里面 不管是对隔日或者五日 后五日的报酬去做这个回归 它都是呈现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 然后我们加入这个控制变数 把个股过去五日的报酬 也把它加进去 还有这个当日的个股的成交量 加进去之后 我们发现反而股票本身的这个变数 它的显著性还不如这个全正NVNW 好那我们用五日的样本 其实也是都得到一样的结果 好那很快讲一下结论 就是这个研究其实最大贡献是 用了一个新的变数 而且这变数其实是可以比较干净的去 分解出这个全正交易的这个成交金额 正向部位跟负向部位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结论发现 就是在这个排行榜 就是进入前十大排行榜那一天 它的股票报酬率还有成交值 都会达到顶峰 可是隔日成交量变大 可是成交的报酬率 这个平均的报酬率却下降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这个指标它不是一个正向指标 对未来股价的不是一个正向指标 它反而是一个逆反指标 好那这个是我这一次的研究 那有很多东西其实还有做一些修正 这是第一半 好谢谢各位 谢谢主编